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块来看一个索尼的ACM3 这台机器层色比较旧,可以说是占损级别的吧 好多朋友在网上买的比较便宜的ACM3 大概也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故障 首先是摔过以后相机有异响加震动 疑似防抖阻出现异常 看来你的视频没少看呢 问题都可以此行判断了 二是摔过以后导致翻转屏变形无法收回 三是机身麦克风屏蔽盖掉了 四是相机SD卡槽盖弹簧生锈 使用时打不开 最后是相机镜头晃动有异响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机器 上手以后感觉特别的惨啊 开机也正常啊 变换模式也正常 对焦拍照也都正常 我们把镜头拆下来 然后晃动 确实有异响 声音不太对 然后正面观察CMOS没有什么异常 翻转屏已经合不到位了 变形很严重 麦克风接口的盖子也已经没有了 相机多出掉机 皮子磨损的很严重 这种情况的机器 我们修到的最多的 都是在网上买的二手的便宜的机器 如果这台机器真的是它自己的 用的这么旧 还没有卖 想修一修继续用 那它对这台机器绝对是真人爱 因为这台机器摔过 所以我们要拆开给它整体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用到这种程度的机器 到底有多少问题 拆下后壳以后 我们观察后壳 有进水的痕迹 机器可以看到是修理过的 卡槽屏蔽壳上有指纹 而且贴纹也有拆过的痕迹 来我们继续拆 说是有异想 我们首先先拆一下CMOS 我们来看一下 固定CMOS的螺丝掉了一个 仔细观察一下 固定CMOS的角都没有断 只是螺丝掉了 本来以为是个大坡 结果呢 小毛病一个 掉的螺丝和支架 都落在了相机里面 我们再来仔细检查一下防抖 手感顺滑 应该是没有问题 再重新检查一下 CMOS三个固定点 全部完好 确定没有断 那我们就把螺丝给它固定好 然后打好胶进行固定 固定好三颗螺丝 用黑胶固定 防止螺丝再次松动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快门组 A7M3的快门组老挖以后 会出现上线比较紧 就是这个推杆 它推的时候会比较紧 如果它变紧了 就会导致下面的塑料杆断裂 然后相机就会出现爆错 不能用了 这个快门 我们目前测试手感还可以 不是特别紧 还能再占一段时间 麦克风接口的密封盖 我们给它换好 这样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已经解决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翻转平支架 支架已经合不到位了 所以我们要给它拆下来 进行矫正 拆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固定支架的地方 向一侧偏 已经磨到了边块 所以屏幕就收不回去了 我们给它矫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矫正后的效果 可以全部收回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屏幕啊 都给它清理一下 来看一下 这是安装好的效果 基本恢复到摔之前的样子 然后我们把灰土 都给它清理一下 再就是这个后壳 因为它进水了 所以我们要全部打开 给它清理一下 这一拆可不要紧 发现卡盖解锁的位置 严重的伤锈了 这就是为啥 他说有的时候好用 有的时候不好用 全部拆开 然后给它清理干净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往里的锈已经清理完了 现在开关特别顺畅 后壳里面 我们能清理掉的 也都全部清理干净了 最后是这个目镜 我们清理一下 是不是就看着舒服了 然后我们全部装好 进行测试 全部装好 我们测试一下基本功能 全部正常 本来以为是CMOS摔断了 结果呢 它是螺丝掉了 看来这个老哥运气不错呀 其他功能都测试正常 最后再送他一套大宝剑 感谢大家收看